Hello各位我是爆青 我们和路虎懒胜运动版一起的一览圣境 在云南的旅行还在继续 今天我们来到西方反大 当然以我们旅行的主题 我们肯定不会去那些人非常多的 已经开发的网红的目的地 所以我们决定去和三个小时 去到一个世外桃源 我们的目的地是两个几乎没有商业开发的古村落 若干古寨和公积古寨 这两个村子其实非常有意思 虽然它们相隔不远 但是呈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风貌 若干古寨主要是傣族 而公积古寨主要是布朗族 但同时这两个村子在行政规划上 又属于蓝仓拉钩组织这些 是不是知识已经学杂了 但其实这两个村子都位于 井外千连万部古茶园附近 给这两个村子总结几个关键词吧 首先它是几乎没有商业开发的原始村落 其次其实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都以种茶为生 而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个地方现在正在申报世界遗产 如果申报成功的话 它将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世界遗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主题下 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这个 亦兰盛进主题自驾的固定地 从虽然板纳出发要去探访这两个村子 其实路不算太好走 首先路程比较长 大概有130公里 然后有大段的国道 以及据说最后20公里会是一个碎石路 当然了 我开着路虎缆车运动板这件事情就非常高兴 首先我们又走到219国道上 有一段非常棒的山路 但是这样的道路条件 其实我开着这台路虎缆车运动板 就反而是一件比较愉悦的事情 因为在国道上有这样的山路可以驾驶 可以有非常棒的一个动态的体验 然后如果我们一会儿遇到没有铺装的碎石路 也能够展现这台车的一个非铺装的通过能力 路虎吧 去到最野的地方当然是最棒的 感谢我的拖延症 在我录这段VO的时候 普尔锦麦山古查林文化警官 已经成功申请世界遗产 成为中国的第57项世界遗产 井脉山古查林核心价值 首先在于其千连万部的古查林 在于多民族聚居的传统村寨 遗产区包含北部北向山脉的井脉村 以及南部芒井山脉的芒井村 两个行政村 而落岗和翁基 则是其中歹族村寨和布朗族村寨的代表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山季祥 在这些最近出版的新书中 也记录了他在古寨中的见闻 在这些传统村寨中 落岗的保存是最完整的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体现 落岗在歹族语中的意味路饮水的地方 据说常有成群的路来此饮水 村寨便由此得名 目前在村寨中有79栋 传统民居是国家级保护单位的传统民居 村寨的道路顺应地形高低弯曲 形成了生动多变的向导空间 而溪流从中穿穿而过 落岗的老载区受到了严格保护 新建的建筑都位于新村 老载区只能修旧 保持木制结构 所以我们行手在寨子里可以看到 整个寨子最重要的就是防火的工作 所有的寨子也都依山而建 以寨新为中心 向周边布局体现了宗教对于村落的邻居力 其中翁姬村对于这种依山而建的特征 是更为明显的 对于旅游者来说 歹族和布朗族的传统民居 以及生活习惯其实并无明显的区别 但经过点拨 也不难发现两个村庄的建筑 在房顶的处理一些细节装饰上 有着细微的区别 落岗和翁姬几乎没有外来的商业 村里唯一的商业活动 就是各家都在卖着自己茶树产的茶叶 我们随便找一家坐下 和旅主人聊天中得知 这里的大幸就是幸业 干脆我也留在这里当一位茶龙好了 我们在两个村寨待了大半天 享受着这置身于世外桃源的时光 生怡的成功 想必会给井麦山带来更多的关注度 我们也希望这份大山深处的原始 能尽量不要被破坏和打扰 我和了哥在这两个村子里 过了大半天的慢节奏的生活 其实村民还给我讲了很多其他的故事 包括这上山的20公里路 为什么都是石板路没有铺沥青或者水泥 因为这整个都是在茶林的自然保护区域内 他们需要完全的维持这里的一个自然的生态状况 所以石子路是这条路唯一的一个选择 包括我们之前在诺干村里面可以看到 即使是现代修建的房屋 也必须用木结构来做支撑 虽然无论是从西方板大过来 还是从普尔过来 这个村子都大概需要三个小时车程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来过 就绝对会觉得不需此行 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呢 这里的开发其实非常好的 在原生态的生态环境 人文环境和一些商业化之间做出了一个平衡 你几乎可以看到整个生态环境是没有被打破的 我是暴青 我们还在云南的路上 下期节目再见